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活小百科 今天带大家认识高官变色龙 喜欢我的影片和订阅我的频道 与分享每天都会上新的影片哦 高官变色龙 Veo the Chameleon 全名Chameleocalyptus 是一种热带爬行动物 广泛四样为宠物 高官变色龙 雄性全长为43至61公分 雌性体长较短 不会超过35公分 但较为粗壮 雄性及雌性个体头上均具有 随着年纪逐渐增大的头关 最高可达5公分 雌性高官变色龙可活5年 雄性则可活7到8年 于4至5个月时达到性成熟 一年可繁殖超过一次 雌性可穿下最多85颗蛋 刚出生的高官变色龙为浅绿色 随着成长身上的条纹 也会逐渐变得明显 成年雌性的体色呈绿色 并具有白色、橘色、黄色及棕褐色的斑块 成年雄性体色则呈现较亮的绿色 并具有黄色或蓝色的条纹以及一些斑块 以下是高官变色龙的一些特点 外观 高官变色龙是一种中等大小的变色龙 雄性通常比雌性大 它们具有长而弯曲的身体和尾巴 而头部上有一个类似高官或三角形的凸起 因此得明 高官变色龙的皮肤呈现出各种颜色和花纹 可以根据情况和心情进行练护 生活环境 高官变色龙原产于野门和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地区 它们生活在树上 通常积析在树冠中 在人工饲养环境中 提供适当大小和形状的笼子或环境非常重要 这些笼子应该提供攀爬和休息的分支 以及应有的植物和遮阴区 饮食 高官变色龙是肉食性动物 以昆虫和其他小型无脊椎动物为食 在饲养时 可以喂食小型蟋蟀 蛆虫 蟑螂 虾子等 确保极光营养丰富且适合大小的食物 并定期给予水源以确保其水分需求 变色能力 高官变色龙 以及令人惊叹的变色能力 而我们一直在动 它们可以改变其次的原作和方位 用于沟通 表达情绪 控制体温和融入周围环境 这种能力是通过特殊的色素细胞和光反射的方式实现的 注意事项 饲养高官变色龙 需要一些特别的考虑 它们需要适宜的环境温度和湿度 并且需要提供紫外线照明 以帮助合成维生素D3 定期检查和清洁饲养环境是必要的 以确保其健康和防止疾病传播 以上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